那接下来我们要花一点点的时间 然后来看一下 我们在去年考试里面 就是花了蛮多篇幅 希望大家能够阅读的一些地方 好 那我们首先 我们来静下心 就是静下心 我们来看一下一些 同学可能在往常 在那个 宪法或者是说在法序 相关的课程有读到一些东西 我们做个复习 我们做个复习这样 好 那首先 回到了宪法的位阶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要有积压法 原因很简单 原因是在于说 积压的本身 它是一个重大干预 人身自由的一个处分 我们在上一堂课已经有讲过了 好 然后这边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如果是积压的性质 我们来看一下 积压性质这个我们在 刚才上一节有讲过 我们这边 很快的介绍一下 因为它是重大干预 人身自由 人身自由 的强制处分 强制处分 我们已经讲过了 强制处分 它基本上是国家使用公权力 是国家使用公权力的一个行政措施 为什么公权力 然后重点是在这里 因为它会干预 人身自由 所以的话 基本上 只要是有侵犯 人身自由 就一定要有 法律的保留 一定要有法律 也就是 基本上 宪法的 宪法的诫命是在于 我们国家的人民 那它相关的一个人权的保障的话 必须要非常的慎重 必须要非常的慎重 如果有要侵害 或者是说要干预的地方的话 必须要有法律的保障 必须要有法律的保障 这个的话 是我们法律保留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目的 那一讲到法律 那我们要先 讲到它的一个上位概念 也就是 同学我们在讲到法序的时候 其实都会讲到 这样子的一个金字塔 就是 以国家的法规范为例 国家的法规范 有好几个层级 法规命令 或者是行政命令 好 重点是在这里 重点是在说 整个国家的法秩序 这是国家的法秩序 来讲的话 它有高低之分 它有高低之分 那我们这边的法律 我们这边要干预人身自由 我们必须要先有法律 如果有法律的话 那它 那它有一件 第一件的事情 最重要的就是 它绝对不能够超越宪法 也就是宪法保 就是宪法所规定的一个事项的话 法律是不可以逾越的 譬如说我们刚才有看到 譬如说宪法 宪法对于人身自由的保障 它有规定说 一旦人民被羁押 逮捕了之后 你必须要在24个小时之内 以一审 也就是24个小时之内 你一定要给法院决定是 这个人要羁押 或者是不羁押 那这个的话 就是宪法的规定 所以我们的羁押法 绝对不能够做一个规定 就是宪法明明规定是24小时 可是我们的羁押法规定 48 甚至于是36个小时 等等之类 我们不能够逾越宪法的 那个诫命 我们不能逾越宪法的致命 那或者是我们宪法 可能规定到说 比如说 对于看守所的 我们真的没有规定 比如说在德国 在德国的基本法 他们规定的相当的详尽 他们规定的很详尽 比如说 受到羁押之人的话 必须要在相当的处所 比如说在看守所 所以的话 我们的羁押法也不能 比如说德国的羁押法 用某国没有这样的规定 比如说德国的羁押法 他就不能规定说 被羁押的被告 他必须有 可能要在那个 可能要在 比如说 什么那个监狱啊 等等 那其他的地方是不行的 如果宪法有特别的诫命的话 好 所以我们第一个看到 是宪法的用位原则 这个的话是我们之前 有看到的一个内容 好 然后接下来的话 开始的话 会是我们 需要知道的一个概念 首先第一件事情 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这边讲到了 人身自由 我们这边讲到人身自由 那但是 但是 我们在我们的羁押法面 有规定到另一个 不太一样的名称 我们规定到不太一样的名称 我来看一下 同学手上有 罚点吗 没有 没有罚点的话 没关系 我们直接看到那个 我们直接看到 比如说二十四页 二十四页 二十三页叫 抱歉 二十三页的话 基本上二三页的话 你在那个 国字的大写的三 这边看到人性尊严 与羁押法的规定 你看到那个国字 括号 我们我国 我国除了人权之外 还有给予另一个名称 这个名称的话 同学可能在以前 法序可能有学过 后面也学过 而且我们等一下会做个说明 这边的话 同学就可以看到 这边譬如说 我们的现行的羁押法 第四条的第一项 我们就有个规定 我们四条第一项的话 我们再录第一段的规则 它是说 开座所人员执行职务时 应该要尊重被告的尊严 那后面当然还讲 它的人群 可是这边的话 就是第一个观点就是 我们这里不是只有 人身自由吗 那我们的第四条 怎么要出现一个 人权的尊严 就是这个尊严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个尊严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样 那这个尊严的话 一般而言我们指的就是 人性尊严 我们指的是人性尊严 好 我们来 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人性尊严是什么东西 我们回到 二十页以下 我们二十页以下 讲 我们叙述的就是 人性尊严是什么 这边的话 因为我们不是 那个法律系的课程 所以同学 你不要太紧张 不要太紧张 我们直接挑到 人性尊严是什么东西 人性尊严 我们先来看一下 第一个你要知道 人性尊严是什么东西 那基本上 人性尊严的话 会是在二十二页 你可以看到 二十二页的那个国 那个数字括号二 最上面 我们看他最上 二十二页的最上面 他这边有个括号二 写一个 依照德国的联邦宪法法院 然后他的规定 他规定是什么 他就说 所谓的人性尊严是 人应该被当作主体 而非客体 你要想说 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的话就是 有名的客体公式 什么是客体公式 所谓的客体公式 就是当被告 或者是当人民 他被当作工具使用的时候 被国家当作工具使用的时候 他不被当作一个人 来看待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就认为 他已经失去 他的主体性 被当作一个客体 然后想说 老师这什么意思 譬如说我们先 我们先讲其他的例子 譬如说 譬如说 如果我们今天 我们台湾规定说 譬如说以堕胎这个议题 好了 这个议题 我们要占这个议题 我只是举这个例子 譬如说以堕胎为例 如果台湾的法律规定说 譬如说 妇女不准堕胎 原因是在于 堕胎的话 这样子会减少台湾人口的出生率 乍听之下很合理 可是你反着想一下 那妇女岂不是就变成一个 生育小孩子的机器而已 妇女的意义就是在于生小孩 所以他不准他的堕胎 那妇女怎么想 我们都不管 所以譬如说 对于妇女而言的话 所以这个会有很多 很复杂的想法 譬如说 她可能是受到性犯罪 和怀孕的 或者是说 她的小孩子 可能是有些先天疾病的 那或者是说 对于妇女而言的话 那可能生下这个小孩 可能会带来她经济 或者是家庭上的一个负担 譬如说她是未成年 然后等等之类的 这个话会非常多的考量 可是如果国家单就因为说 我们为了出生率 我们人不能变少 我们必须要让妇女 有一个很大的 就是要让她可以 振兴我们的出生率的话 不准她堕胎的话 基本上妇女就被这当作 一个工具来看待 如果你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你去看现在的 堕胎的议题的考虑的话 其实有很多看法 其实是可以被 好好的思考 要不要思考 那这种我就 我不表态 你就可以稍微想一下 那回到我们 回到我们的积压法 我们的积压法的话 怎么看待这个课题公式 很简单 譬如说 那个管理人员 他在行使某项行为的时候 不可以 不可以把受刑人 当作 不当作一个人来看待 什么意思 譬如说 我们直接看到 那个23页下面 23页 我们这边 国字括号2 右手边这边写一个 不以号数取代 被告的一个姓名 想说 老师这什么意思 我们直接看到 中间那个标凯题 他这边写 我们这边 旧的积压法的规定 同学你把那个积压法的 旧积压法的第12条 你先把那个旧积压法12条 先画起来 先画起来 这边的话 就是人性尊严最大的一个例子 那他怎么规定 这是旧的 我现在已经没有了 现在已经没有了 他的规定是 在所者应以号数代其姓名 那你把那个号数给圈起来 什么是号数 他说很简单 号数的话 基本上 每一个看守所的被告 或者是受刑人 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编号 那想说编号 这会怎样吗 可以编号 没有问题 可是你不可以 只用编号来叫这个 被告的名字 想说什么意思 譬如说我们讲个 最简单的例子 如果你还没有实物经验的话 譬如说以前我们在读书 国小国中高中读书的时候 各位一定会有学号 会有座号 你还会有你的姓名 可是如果那个老师 你在学校里面 所有的老师 都只叫你的学号 叫你某某几号 某某几号 都不叫你的名字 这件事情的话 我们会认为 这件事是违反人性尊严 想说老师有这么严重 有很严重 为什么 因为这样子的号码的话 在可以代表一件事 就是在国家的眼中的话 所有的被告都不是人 你的名字一点都不重要 你叫什么 我不关心 你不过就是一个 要来这边 乖乖的配合我 把这个时间度完 因为每个人的积压时间不一样 把这个时间给结束的一个工具 所以对国家而言的话 他不在乎这些被告 叫什么名字 他只在乎你会不会好好配合他 所以他只叫你号码而已 他只叫你号码而已 为什么 因为原因是在于 名字这件事情 姓名这件事情 有这么重要吗 有 为什么 因为在我们的修法理由的话 他就有讲到姓名这件事情 他讲得非常的严重 姓名这件事情的话 等于人格 就一个名字可以代表一个人的人格 那这件事情其实也 如果你乍看之下 你觉得很傻眼 就是为什么一个姓名可以代表一个人 很简单 那你反面想的话 同学们在学到 比如说公然误入 或者是诽谤罪为例的话 比如说309条这样 那个妨害名誉 为什么轻蔑的称呼一个人的姓名 或者是把一个人的名字 跟其他的贬低他的一些字眼 挂上的时候 我们就会认为 这样的话是属于妨害名誉 是会受到刑事追溯 原因是因为我们非常看重姓名 我们认为说姓名是跟一个人绑在一起 所以姓名一旦被剥夺了 甚至姓名一旦受到侵害 这件事情是相当严重 它严重性其实在这里 只是说 你可能同学乍看之下 会觉得说 这也没什么了不起 我直接叫姓名 或者叫那个也还好吧 所以在这边的话 还是要讲一下 探索所不是不可以帮受刑人 或者是被告编号 都会 现在还是会编号 只是说 不可以使用号码 叫受刑人 或者叫被告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的旧的积压法 第十二条的话 它是用带齐性 所以它是被取代 它性能已经不见了 它已经变成一个工具了 OK 所以这边的话 才会这么 才会这么的严重的这件事情 才会认为这件事情这么严重 这件事情的话 对于我们现在的积压法 至少以第四条 我们一开始在 第四条的第一项 我们一开始 我们就明白揭示说 人性主义是很重要 所以当然旧的十二条 我们就已经把它删除掉了 我们把它删除掉了 好 那这个 除了我们刚才看到 旧的第八条之外 旧的积压法 第八条之后 我们现在往下看 有哪一些规定 这个的话 我们也是看一下 我们都看一下 画底线的地方就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这个之后 我们都会讲到 这个的话 主要是同学有个印象 知道它什么东西 首先第一个是积压法 第十二条的第二项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 这边就讲到 前项检查身体 如需脱衣检查时 应在有遮蔽的处手为之 并注意维护背高的隐私及尊严 这边也是一样 隐私跟尊严 有被多说出来 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 脱衣检 我先讲一下 这边的检查身体 指的是脱衣检查 这边指的是脱衣检查 脱衣检查的话 检查有分很多种 这里的检查的话 它是要脱掉衣服的 基本上所有的受刑 受刑人或者是被告的话 他们进去监狱 或者是监狱看守之类 一定都会经过脱衣检查 脱衣检查这个我们之后会讲 我只是先大概讲一下 它的一个要件而已 脱衣检查 这件事情为什么要做 原因很简单 他的目的是为了要防范安全 因为他怕会有一些违禁品流入 所以这个目的没有问题 这个目的也没有问题 可是这个手段 要经过考量 为什么 因为受刑人或者是被告 也一样 虽然比如说我们讲被告 好了 被告的话 基本上他就是一般人 只是他暂时要配合国家的刑事追溯 所以他只是暂时住来 看守这个地方而已 等待之后 有罪或无罪的一个结论而已 只是对于一开始进来的一个脱衣 OK没问题 你是不是说为了要怕我夹带一些违禁物 OK我可以配合 可是他的手段 什么意思 譬如说你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 那当然我们我国不会做这个事情 那种多马斯戒严时代还会做的事 就是在大礼堂 比如说十几二十个人的被告 比如说他们都要入所 然后都在那边 大家统一衣服全部脱光 脱得一丝不挂 全部在那边 然后给管理人员跟医事人员检查 这件事情的话 我们就觉得这个手段会有点太超过 为什么原因是因为 原因是因为我们为了要保障那个 我们为了要保障那个隐私权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们要有一个遮蔽的处所 遮蔽的处所的话 这边原因是因为 我们要保障 第一个是要保障受刑人对隐私的期待 什么是隐私的期待 这个的话隐私的期待很简单 所谓隐私的期待是 当人民在做某一个行为的时候 你可以预见 你做这件事情不会被人家发现 或者是不会被人家知道 比如说 对于隐私的期待最有名就是 比如说日记 所以对于日记这件事情 老实说 比如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写日记的习惯 那当然或者是你可能在电脑 用电脑写日记 比如说 那你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应该是会有预计就是 应该不会有人去看你的日记吧 如果你的日记是大家都可以看的 请问你会在上面写真的话吗 那所以的话 比如说像我以前国高中的时候 我就一直觉得 那个学校都 就是学校其实还蛮纯的 我不知道现在你们的改法并怎么样 比如说像我那个时候就是 那个联络部 然后下面就会有个新 就会有个日记 日记栏 上面就是要写说明天要考试 什么要带钱要什么干嘛 然后下面就有个日记栏 你要写个日记 然后每一周 就是每个礼拜五的话 后面还有一大页 要写个周记 天啊 我以前最常有这种东西 那那种东西的话 你如果你知道这种东西 会被你爸爸妈妈看到 或者被你的老师看到 请问你改成上面写你的真心的话 譬如说 譬如说是个小明是个男生 他很喜欢隔壁的小花 请问他敢直接写在上面 他应该不敢写在上面 写在上面马上就会出事这样 因为这件事很麻烦 那我们回到这边 对于一般人而言 譬如说对于一般人而言 对于一般人而言 譬如说 我们要进去 不管是监狱或者是看守所 我们进去的时候 我们要被收身要检查 理论上我们都会想到 有可能要脱下衣服 可是你没有想象的是 你会在大庭广众之下 全身脱光光 大家都可以看到 这件事情的话 不符合我们的隐私期待 所以的话 我们隐私的期待是什么 你可以脱光我的衣服 检查没有问题 但是你应该要有相对应的遮蔽 也就是没有人会看到我脱光 只有检查的人 譬如说管理人员 或者是医事人员可以看到 其他人应该是看不到 我脱光衣服的 所以这个话就是隐私的期待 另一件的话就是尊严 为什么我们这边会特别讲到尊严 很简单 请问如果我在检查的时候 我不给受刑人 受刑人或者是被告 一个遮蔽的地方 就让他直接脱光光 反面来想的话 请问国家在看待这些被告的话 请问他们是把他当作个人来看 他不是 他就把他当作是一个 当作是一个工具 没有人性或者是没有感情的人 对他而言的话 只要是我能够检查就好了 他有没有觉得不好意思 他有没有觉得有隐私期待被侵犯 不关我的事 我只要把我的工作做好就好 所以这样子的人会变成 对于国家而言的话 一个工作 就是他的工作的一个替代品 替代品 好 然后另一个的话 脱衣的话 检查的话 还要考量到一件事情 那就是同性别的 同性别的职员来检查 什么意思 譬如说 如果是女生的话 我们讲女生 男生可能比较 我们脸比较厚一点 如果是一个女性的 被告 他被脱衣服检查 如果这个时候跑进来 是一个男性的管理员 要看 然后对他 去做个检查 因为这边脱衣检查 我要讲一下 这边脱衣检查 基本上 我们还会再做下一件事情 基本上脱衣 我们不会做这单纯脱 我们就会做一些事情 譬如说会掰开他的肛门 这些是一定会的 为什么 因为肛门里面可能会藏一些东西 藏一些 因为有些人就是会 譬如说毒品 可能就是会放在 最常见是放在保险套里 然后塞在他的肛门 然后最重的话 一般人的话 脱衣检查的下一个阶段 通常会一起做 就是侵入性检查 侵入性检查 那个之后我们会再讲到 侵入性检查的话 那个就会有医事人员来 不管如何 只要如果以单纯脱衣服 一个女性被告在脱衣服的时候 如果是一个男性的管理员 在那边看 在那边做检查 甚至于对你的身体有触摸 那这种的话 一般我们就觉得这样当然是不行 一定是要让同性别来做检查 不然的话也是一样 你也是不考虑他的隐私 也是不把他当作个人来看待 但是这边有个bug 这边先讲一下 法律是这样规定 男生给男生检查 女生给女性检查 如果你觉得很合理的话 那你可能就忽略到一类人 请问如果是同性别怎么办 他是男生的身体 可是他是女生的心 所以他给男生看到 他会觉得很害羞 很不安 怎么办 这件事情的话 我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质疑 原因很简单 原因是在于说 在德国的 因为我们这次 我们的积压法 抄的是德国的积压法 基本上都一样 所以同性别的检查 这件事情 我们也是抄德国的积压法 可是德国的积压法 跟德国的监禁行法 后面都有个诞书 原则上是由同性别来检查 例外的话 如果有指定的话 可以用指定的人来检查 所以在这边的话 如果他是一个同性恋 可能他是生理男 就外表看起来是男生 可是他内心是个女生 他可以指定女生来看他 是可以的 只是我们台湾 没有这样的规定 所以依照我们法规的规定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牺牲掉 这样的权益 但是这件事情的话 我觉得 因为我国的监索 则是比较封闭一点 我觉得可能得到那个 就是譬如说那个被告 他觉得他受到侵害 然后去提出一些什么上述什么 我们才会重视这件事情 不然的话 我觉得我们目前可能还不会太重视这件事情 好 所以当然很好 所以当然很好 就是我们已经有重视到隐私了 可是我们还没有再往下走 这有点可惜 有点可惜 好 好 那 所以 三跟四我们就讲过了 然后还有一个的话 刚才 我们就有看到 譬如说 我们再看到第十二条的话 第十二条我们这边会有讲到 譬如说 隐私跟尊严 那所以我们会考虑到 另一件 就是法学上常会遇到一件事 隐私跟尊严 那 人性尊严跟人权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人性尊严跟人权到底有什么关系 那 究竟人性尊严是人权的一种 譬如说 人性尊严就跟什么 隐私的自由 人生自由 迁徙自由 树心自由 跟这些自由一样 都属同个位积 还是人性尊严是他的最上位 也就是先有人性尊严 人性尊严 人性尊严 这件事情之后 下面 才会是什么 譬如说人身自由 什么通信自由 等等的自由 是人性尊严他上 还是说人性尊严跟他们一样是同个位积 在这个的话 很快讲 在这个的话 依照我国 依照我国对于人性尊严的看法 这个话因为 我们不用太纠结 因为我们的宪法 宪法跟刑事相关法律的继承国 也就是德国已经帮我们决定好 这个很简单 就是在我们看二十二页这边来看的话 我们德国联邦宪法院认为 人性尊严是 自由权 也就是人权的最上位概念 为什么 这很简单 你可以想象得到 因为人性尊严谈的是什么 人性尊严谈的 白话文讲的话就是 当然我们刚有背过他的课题公式就是 人性尊严谈的就是 人民不能够被当作课题 要被当作主题 白话文是什么 白话文很简单 人必须要被国家当人看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 当人不被当人看的时候 请问他会有这些人权吗 不会有这些人权 所以有人权的前提一定是 人被当作人来看待 人不是动物 人不是工具 所以在这边的话 你可以直接看到二十二页最下面的 人性基本权的上位价值所 所以你可以直接看到这边 这边的话是我们看到第一个东西 然后赶快来往下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二十四页这边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是基本权的优位 也就是通常而言的话 国家的事务 或者是说国家相关的一些规则 不可以 不可以过度的侵害人权 你在做这些行政规则 你为了国家好 你为了要一些事情可以顺利的推行 OK没有问题 但是你不可以践踏尊业 因为我们前面都讲到 不可以践踏尊业 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 不可以践踏人权 不可以践踏人权 好 所以下面的话 一样回到我们的一个规定 比如说 那个第四条 我们看到第四条第一项 也要维护人权及尊严 OK 好 然后下面的特别规定的话 这边的话你就可以特别 圈几个钱 比如说生命权 这边的话我特别讲一下 我们去年考的那一题 如果你要用后面的这些来回答的话 你会写不完 你会写 绝对会写不完 所以的话基本上 你只要在某个权力的话 你只要记得一两个条文区就可以了 如果这一题又重新考你的话 OK 好 所以来看一下这边的生命权的话 有几个 比如说这边的话是 如果是我们现在来讲的话 会是特别有意义的 就是积压法第22条 我们在24页下面 也可以看到生命权的话 为什么积压法22条 这边在我国 现在也有可能有它的作用 原因是因为 目前为止 目前为止 除了台湾之外 应该全世界都笼罩在 笼罩在COVID-19 也都是武汉肺炎的威胁之下 因为台湾真的是一个异世界 我们还在跨年我们还过得很开心 可是同学你知道吗 在美国 至少以美国为例 美国很多监狱 都已经释放犯人出去了 原因是因为 第一个监狱 它是一个群聚的空间 第二个是监狱没有良好的 绝对跟外面比起来 绝对没有良好的医疗的一个测试 其实重点美国都这样 第三个更麻烦 第三个就在于说 一旦在监狱爆发了武汉肺炎的传染 基本上是止不住的 你想说老师可以吧 我们 譬如说你想一下 如果在我们一般的地方 爆发了武汉肺炎 要怎么做 很简单啊 至少我们可以隔离啊 把它抓到什么地方去关起来啊 那让他不要跟一般人碰到面 可是监狱 它哪有这么多的房间 可以把每一个人都隔开 那隔开了之后 每一个人都要治疗 这件事是不可能 甚至于是在美国的监狱而言的话 他们连口罩都不够 口罩不够 现在台湾 我觉得台湾真的很幸福 因为我们在台湾 台湾没有人在抢口罩 现在美国还在抢口罩 因为在美国的话 因为譬如说以台湾而言的话 因为我们台湾是口罩的第二大生产国 第一大生产国在中国 第二大在台湾 非常厉害 这是全世界之最章 那我们的口罩的话 我们不只在 我们不只在抢什么医用口罩 我们还会讲彩色口罩 你这样给美国人听 美国人会当场哭出来 因为美国人 他们现在光是有医疗级的口罩 他就阿密斗了 他就很开心了 有没有颜色 对他们一点都不在意 我们台湾就抢得不亦乐乎 这是两个世界 这两个世界 所以的话 在美国很多州 比如说最早的话 最早的话是美国的纽约州 它是一个首善之都 结果他先放了 第一个是放了 那个清罪的犯人 就直接放他回去了 直接放他回去了 因为监狱没有办法 提供他们好的设施 然后接下来第二个是 放那个 本来那个刑期 就已经很短的人 就放他出去了 所以在去 我记得是去年的三月 就开始放了 去年的三月就开始放了 原因是因为 我那时候看到一个 就是那个 美国的那个报纸 忘记是 斯烟还是哪一个 我忘记了这样 然后他讲出说 这个数字我有点惊讶 因为他那时候是去年三月 刚开始爆发的时候 他就说 在里面的话 接近六成的人 都有感染过武汉肺炎 我想说 哇天哪 也太可怕了 可是你可以想象 因为你没有口罩 马上都中枪 马上都中枪 更不用提什么 酒精洗手的 之类的 所以的话 在美国 他们早就已经在做这件事情了 可是 就我们台湾而言 我们台湾在 民主宪政之后 从来没有用过22条 譬如说以基押法为例 当然我们的监刑法 也有相关的规定 可是至少 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这件事 就是因为 因为天灾人祸 没有办法维持那些 受刑人的生命 只要放他出去 还好是台湾都没有 那如果发生这种事 代表台湾大概也 很危险的 因为我们连监狱里面的人犯 或者是看守者的被告 都保不住 所以在这边的话 22条这边 我们基押法第22条 才会讲 如果遇到天灾事件 这个事件的话 譬如说COVID-19 没有办法防闭的时候 可以 送到相当初 譬如说送到医院区 可是没有办法送的时候 怎么办 那就释放 他就暂行的释放 这个的话 因为我们台湾 还没有遇到这种情形 所以 希望不会用到 如果用到的话 你也不会觉得太意外 原因是因为 全世界目前为止都很 都很严峻 好 然后下面的强制就义 强制就义的话 这边有几个 强制就义的话 第一个是 如果他受伤 或者是罹患 疾病 这54条的规定 那跟我们下面看到57 这边是强制就义 只是57 强制就义的话 是他 不是因为 生病 那他是因为他 聚不饮食 他不吃饭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强制饮食 或者是送他去 送他去看医生 譬如说强制打 营养针等等其他 这边特别讲一下 拒绝饮食这件事情 拒绝饮食这件事情 请问可不可以 这件事情我先讲一下 我们的台湾的监狱行刑法 也是规定 如果拒绝饮食 可以强制喂食 可以强制就义 我们监狱行法 也是这样规定 可是我先讲一下 德国的监狱行刑法 德国的监狱行刑法 没有这条规定 什么意思 也就是如果在德国的监狱 你要绝食 你要自杀 那你就死了 那是你的意见 当然在德国 不会这么 这么这么人险 但是他会先 去询问他说 请问你是真的要绝食吗 他说对 我要死 好 你真的确定吗 对 我确定 好 那我祝福你 拜拜 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 原因在于说 对于德国的监狱行刑法 他们认为说 自杀这个权力 也是一个人权 他想死 你就让他死 为什么我一定要救他 可是当然你在台湾 你会想说 天哪 一个要自杀的人 我们当然要救他 我们怎么不可以救他 可是你想象一下 他今天在监狱自杀 你不让他自杀 他其实出狱之后 就让他自杀给你看 会死就是会死 所以要死的话 就让他死 那我们就不会有过多干涉 可是在台湾不会 那如果回到一样 回到看守所 你们猜一下 那德国的监狱 德国的 德国的羁押法 有没有这个规定 我特别问 就是代表没有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一次不让他死 为什么德国就不让他死 为什么 很简单 同学还记得吗 我们的羁押的目的有两个 一个是保全羁押 一个是预防性羁押 被告如果不脱逃 他是自杀 这个也不是一样的结果吗 他还是不见 只是一个是他跑到地球的另一端 另一个他其实跑到天堂或地狱去了 我们也是这样找不到他 所以的话 基于保全羁押的目的 请问我们可以让被告死吗 不可以 我们要救他 不然的话就跟脱逃没有两样 OK 所以这个在 因为我们台湾的奸刑法 或者是台湾的羁押法 都是不让被告或者是受刑人死 可是德国有不一样的规定 德国之所以有不一样的规定 原因是因为 德国他是真的有认真考量到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不能让他死 请你一定要让 那个这个案情水落石出 你想要死 到时候再来说 就是你要死到监狱去死 不能够死在看守所 因为我们还没有判决确定 那我先讲一下 为什么台湾的话 我们的奸刑法会让人家不要死 原因很简单 原因其实还是回归在 我们的名义 你想一下 如果监狱今天自杀 死一个人 上了报纸 你觉得是监狱会被骂 还是大家觉得说 这个犯人死得好 通常都是监狱会被骂 所以的话 像现在的那个 像现在我不知道 大家知不知道 我们在嘉义的看守所 有引进一个新的东西 叫做智慧化监狱 你们知道吗 这个新闻你们可以上网搜寻一下 这个话 他主要的目的 是希望可以减少勘压的人力 所以他做了很多情绪固块有趣的事情 所以譬如说 一个的话就是 如果同学你们在那个食物机关有经验的话 你就会知道 譬如说如果你是介乎科的话 你要提代一个犯人 或者是提到被告还是一样 你要把他从设访或者是工厂 譬如说今天有律师 还是说有家人来借鉴他 他要带他去 我走的这段路里面 基本上都是重重的铁门 这个铁门的话 不可能有人24小时坐在那边帮你开门 所以的话通常都是你身上带一堆钥匙 到那个门打开 到那个门打开 然后到了重要的门口 有个人当然会在那边看管 可是的话就要经过很多门 在那边打开等等之类的 现在的话有一种新的模式 叫做那个人脸辨识 真的是真的是这样 就是你只要走到门前 那一样是个铁门 旁边这个一个摄影机 然后你就看着他 看着他之后他就辨认你是谁 那首先的话他先辨认 有没有符合两种 第一种就是 被告人对不对 他怕你带错人 他怕你带错人 所以被告的脸对不对 第二个是辨识 被告旁边这个人 到底是不是管理人员 如果辨识 被告旁边也是被告 没有管理人员 这个就是要脱逃 他怎么让你出去 所以的话这个人脸辨识系统 有一个 然后或者是 然后还有另一个也是 我觉得 这个也是蛮有趣 这个的话是真的出事 我先讲一下人脸辨识 人脸辨识系统的话 现在的我们署里面 我们矫正署讲的是说 大概两秒可以辨识 所以两秒之内 站着两秒就会开 可是现在好像说实测 好像会超过两秒 反正你知道 就是政府机关的 我们的采购 就是会有点小小的问题 然后另一个比较麻烦的是 我们还有一个智慧的监控 是监控设防 因为设防 如果同学有实物经验就知道 一般而言的话 设防的话 就是收封之后 被告或者是受刑人 所处的一个空间 在里面的话 通常最怕遇到几些事情 譬如说里面有暴行 就是被殴打 那个霸凌 然后另一个话 怕在里面自杀 怕在里面自杀 我们都怕这几件事情 所以的话 里面就会有监视摄影机 监视 当然没问题 可是他们这个时候 加入了一个智慧的软体 可以判断 他在里面的动作是做什么 因为我们前面讲过 因为介护人力的话 不可能二十小时 当然如果同学 你再之后进去 然后如果在介乌科 你就会知道 基本上介乌科 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 叫中央台 那个中央台的话 基本上就是一张超级大的桌子 然后旁边摆无数个电视 那个就跟你在看新闻的 后面的电视墙一样 每一个电视 就是每一个摄影机 乍看之下 天鹰无缝 全部被看到 但是你想象一下 你一个人才几只眼睛 你都看得过来吗 很难啊 真的 你要看他眼睛瞎掉 都不太可能 所以的话这个时候 我们导入一个系统就是 我们用电脑帮我们判断 那个人在干嘛 比如说 那个人有在霸凌 有在暴行 我们赶快去 我们就赶快去 那个相关的设访 去了解 或是有人在里面自杀 我们马上了解 只是 很大的问题在于说 一个人要自杀 请问用动作看得出来吗 所以会产生一件麻烦的事情 产生一件麻烦的事情 就在于 譬如说 以我们刚才那个讲 比如说暴行 然后霸凌 霸凌的话 我们电脑可能判断 一个人靠着另一个人很近 然后 触碰他的身体 比如说拉了他衣服 这个就是霸凌 然后马上就警报 然后管理人就来 可是有没有可能是 比如他身上有脏东西 我过去帮他拍掉 身上的脏东西 电脑不知道 电脑有我在霸凌他 我在打他 所以人就来 然后另一个更麻烦的是 这个也是常发现就是 如果 有些兽型人 他在穿衣服的时候 他会伸奶油 在那边酸衣服的时候 他以为他要上吊 去吊那个绳子 所以也是一样警警大作 人就跑来 发现说 没有我在穿衣服 我没有自杀 这样我们要自杀 这个是 那个智慧监狱里面 现在被他吐槽的部分 只是智慧监狱的话 我猜测 今年搞不好 有可能会考一下智慧监狱 就是监狱学 搞不好考一下 智慧监狱相关的一个考题 因为 那个是我们黄书长 从两年前 就一直希望可以推的东西 但是因为我们科技 的局限 所以我们在之前 大概11月的时候 先找了那个 嘉义看守所 先试办 如果试办这一年 如果没问题的话 就当然要全国推行 那个之后 就会成为我们新的监狱 管理的一个利器 那 就再看看 因为我会觉得 这件事情的话 可能没有这么容易 可能没有这么容易 好 讲到点远了 然后来看一下 所以同学这边的 我们在基本权优位的话 你就记得生命权 然后记得一个条文就好了 然后在这边的话 第二个就是人生自由 也是一样 人生自由 你记得一个 你有印象的条文就好了 你有印象的条文就好 比如说 之后我们就会讲到 这条是很重要的条文 就是我们记压法第十八条 基本上在监狱行习法 你会看到相关的条文 只是说因为 我们那个课程之后 会特别讲到 我们这边不多讲 总而言之 你要知道的是 这边的话 就是我们前面讲到 监狱的监狱 或者是看守所 对于人生自由的限制 已经限制第一次了 可是如果 接下来 你再看到 这边的话 譬如说 我们再看到 那个 羲压法的第十八条 就是我们现行的第十八条 我们就讲 我们为了要 达成监狱 羲压的目的 跟维持秩序的不一样的时候 可以限制他的自由 那 限制自由的话 下面有些方式 譬如说 使用戒具 固定保护 或者说 收容在保护室等等 这边我们快先讲一下 使用戒具 什么意思 如果 同学还没有上过 羲压法 使用戒具的话 通常也就是 手铐 脚疗 连锁 等等 那其他的 那这些东西的话 都是可以 某程度的拘束 人身自由 可是不是完全的拘束 因为 有了手铐之后 还是可以走 还是可以吃饭 手还是可以动 只是说手动的 程度不是这么大 然后另一个固定保护是什么 固定保护的话 会是用 譬如说 最严重的固定保护 是四肢的束缚带 那个 拘束带 比如说 全部四肢 全部绑在床上 床的四边 你是连动弹不得 这种的话 基本上 他的人身自由 已经激进于零 激进于零 那这种的话 是最严重的一个 就是人身自由的一件事情 那另一个的话 保护室 保护室通常而言 我们用在 譬如说有自杀倾向 或者是说 有一些暴力倾向的话 我们就关在保护室 保护室 它的设置 是比较特别的 保护室的话 通常而言的话 我们就是一个房间 空荡荡的 里面都是一堆泡棉 那什么作用 很简单 就是让他去自杀 去撞墙 他都撞不死 那就是这样 那在里面的话 他拿什么 拿椅子 拿桌子来攻击 自己也没有办法 那这种的话 空荡荡荡就叫保护室 保护室的话 它的内容的话 某程度 某程度 它确实也是拘束人 因为它被限制在 那个区域 它就再也不能出去 就再也不能出去 那当然 确实有 如果它的原因消灭的话 是可以出去 只是说 会暂时会放在海面 总而言之 总样态的话 我们讲的戒具 固定保护跟保护室 这些的话 都是进一步 限制人身自由 所以它会特别规定 18条 非常严 而我们这边 18条会特别讲到 比如说 使用的话 有什么原因 有什么程序 有什么样的限制 比如说最重要是 时间的限制 我们时间的限制的话 我们的积压法 跟监运行刑法 就完全不一样 就完全不一样 好 所以这边的话 你只要记得18条之后 这边相关的内容 不要太紧张 我们之后都会讲 然后这边的身体权 跟健康权的话 同学就稍微 自己看一下 这边的话 通常而言的话 就是在那个 卫生的那一章 就是我们的饮食那边 你就稍微看一下 然后工作权 跟工作自由 尤其是工作自由 同学的话 你可以把那个工作自由 圈起来 工作自由的话 最主要是 同学我们前面有讲过 积压法的被告 他没有作业的义务 他完全没有作业的义务 所以要不要作业 要不要工作 看他自己的意愿 这里规定在哪里的 这里规定在 我们的那个 数字2 数字2 这边的话 那个倒数第三号 现行的积压法 第24条第一项 前段规定 看守可以得准被告 依其志愿参加作业 所以同学把那个 志愿圈起来 志愿圈起来 然后把工作自由圈起来 他要不要工作 是他自己的自由 要工作 就给他工作 没有关系 那不工作也没有关系 那有工作之后 要给他钱 那这个是我们后面讲 他的相关的保障 好 然后财产权的话 财产权就稍微看一下就好 财产权 这个我们这边就先不讲了 那这边财产权 我们在积压法第68条的规定 跟奸刑法是一样的 就是基本上 在监狱或者在看守里面的被告的话 都不可以拥有带着自己的财物 都不可以带着自己的财物 那全部都要被保管 那等到出去之后才可以还给他 然后比较重要的是 同学可以在那个 第6跟第7 那个出版自由跟那个接见通信 这边打上一颗信号 这边的话是我们这次修法才有的东西 我们这次修法才有的东西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定 原因很简单 原因就在于说 比如说 我先讲一下那个接见自由 接见的自由 为什么会特别规定 原因是因为 如果是在监狱行刑法院的话 受刑人 一个礼拜可以接见几次 端看在 他是第几级的犯人 不是每一个人 有人来看他 他都可以去被看 可是被告呢 我先讲一下接见的话 当然如果跟律师接见是保障他的辩护权 可是跟一般人 譬如说跟他家人接见 请问是要保障他什么权利 是要保障他跟家人之间的感情 那好 那如果被告有被限制 每个礼拜只能跟几个人 或者是几次的看顾的话 在这里的话很明显的就是限缩了他的权利 为什么 因为他只是来配合办案 他只是来配合办案 他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 我们凭什么不让他看 所以我这边 我们这边的接见的话 我们这边有讲一下 就是被告接见跟通信的对象的话 除非有另外规定 不然的话 看守所不可以限制或者是禁止 所以这里的话跟监狱行刑法的规定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 这边的话也是提显出被告跟受刑人的不同 好 然后下面的话我们就先跳过一下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28页 28页的话是讲平等权 平等权很简单的 平等权的话最简单的说法就是 所谓的平等权的意思是指 我们不可以 应该说有两个层面 第一个的话是我们不可以 我们不可以制造出不公平的待遇 也就是基本上大家应该要一视同仁 OK这是第一层的 这是最普遍的 可是第二个平等权 要做实质平等 那还是最重要 也就是对于那种特别需要帮助的人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稍微不平等一下 稍微不公平一下 我们要来多帮助他 这样子才是真正的公平 什么意思 譬如说在我看一下我们这边有没有写 我这次没有吧 我们的实质平等 很简单是 譬如说 譬如说残障的车位 残障人士的话 他的车位同学 有没有仔细看过 残障车位 他的车位都比一般人还要大 为什么 因为他可能需要有拐杖 需要有轮椅 需要有其他东西 他才有办法下来 所以你给他一般的位置 他其实下不来的 他其实下不来 他必须要大点的位置 所以这个时候 当然你可以说 不公平 为什么残障位置比我们一般的位置还要大 可是恰恰这种不公平 其实才是真正的公平 因为我们要保障一件事情就是 每一个人都可以顺利的下车 OK 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公平 这叫做实质的公平 你用这个概念就好了 好 然后我们的那个平等原则的话 我们先看到 直接跳到29页 29页的话 29页的话 我们看到下面 下面的话 的那个国字 括号是 平等原则的规定 同学特别把平等原则规定的 那个积压法的第二条的第二项 给圈起来 这边的话 他的规定跟我国的宪法长得很像 他这边讲 对于积压的背高 不可以因为人种啊 肤色啊 性别等等的关系 而有歧视 同学把那个歧视圈起来 歧视 歧视的另一方面的话 他就是不平等 所以的话 我们的这边的话 他就是一个平等原则的展现 不可以因为他的这些特殊之处 给他一些不一样的对待 好 然后下面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 在旧的 不好意思 这边怎么会出现 这个 呃 错字 这边不是现行积压法 这边是旧的积压法 旧的积压法 第二条 下面的国字括号是旧的积压法 第二条 抱歉 抱歉 请帮我改一下 旧的积压法第二条规定 死刑犯的被告 跟一般的被告的话 必须要被分别的积压 必须要被分别的 你想说 好 老师 这个分别积压的规定的话 有怎么样吗 有 有的话是在于说 请问 如果被 抱歉不是死刑犯 就是被求处死刑的被告 请问他是真的死刑犯吗 不是 他还没有得到法院最终的判决 他竟然不是的话 你凭什么 歧视他 认为他很有可能会跟别人不一样 好 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平等原则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在下一次 我们下一次会从29页的无罪推定原则往下讲 然后也是一样 就是我们下一次会发另一份讲给大家 那个时候就正如见识到我们的 那个积压法的一个内容 那如果有问题的话 同学们欢迎你来询问我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下一周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